哈喽 大家好 我是K勒 今天在车里 我要做什么呢? 很高兴前几天的时候 我终于收到 这是什么信呢? 我终于收到我人生第一次 从YouTube 得来的收入 第一次哦第一次 第一个收入 今天我会分享给大家知道 等下我会把这张支票投入 就我的户口里面 到底是要怎样 我就分享给大家知道 首先呢 在还没寄支票来之前 当你大约要达到100美金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这一封 OK 就收到这一封 这一封是什么? Google AdSense它寄来的 它就会 这个是一个的验证啦 它就有一些的 教你要怎样啊 就这些步骤啊 然后给你一个验证嘛 给大家看也无所谓啦 反正我已经通过验证了 嗯 就 它就先寄来这一封 然后当你达到100美金的时候 那 它就会寄支票过来 这一封的时候 我如果没记错 大约是80多美金吧 那时候它就寄来了 嗯 就这样 跌封啦 这个很重要诶 这一张支票它是在 2月22号接来的 但是我大约在 3月19号左右吧 我才收到 所以 还蛮久的 但没关系 最终还是等到你 嗯 所以 还蛮特别的哦 它Google的 支票是这样的 你看 这支票是这样的 是 ok so 嗯 so 108.72美金 so 等一下我会把 这一张支票 就存入我的户口 嗯 那么 整个步骤是这样的 其实我也不清楚 因为低迟嘛 对不对 好 走吧 那因为 因为Google的支票是美金嘛 所以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只需要先填写我们的户口 跟我们的名字 然后 这一边 我们会先空着 因为它会以当天的Rate来到计算 然后嘛 是1059 所以 现在是8015 跟1055 所以我还在等啊 最终 这张支票还是在我手中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必须要回到我自己本身的brunch 就是我开我的银行的地方 那间的brunch在哪里呢 我要必须回去那间的brunch 才可以把Google的这张支票 banking进去 因为这里不是我的brunch 所以我就不能把这张支票 banking进去里面 那好吧 那现在是我 我要去的时候 我再banking张支票吧 终于 我 进到啦 我那个支票 耶 就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把支票进到我的户口里面 呃 当然 我那人说 呃 因为我的那个户口在我家乡 所以 就不能 不能进 对不对 那 理所当然啦 还是一样啦 我旧的户口不能进 我开了一个新的户口 嗯 在我们马来西亚这一边呢 如果你开一个新户口呢 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 必须要跟你身份证是一样的 因为我的IC 我的身份证 是我以前的 住的地方嘛 所以你就必须要拿一些的账单 就 就给那个的银行的人员去看 就是你的账单上面 必须要有你的名字 然后跟你现在居住的地址 所以才可以在这一带 这一区 开那个银行户口 那一天 我根本就 没有带到任何东西在身上嘛 所以呢 幸好 幸好什么呢 幸好有这一张 Google寄来的支票 因为Google寄来支票上面 有我的名字 跟地址 所以 就 开到了 这一带 嗯 那现在跟大家 分享一下 我的经历 我的经验吧 你们如果 你们手上 你们有哪一家银行的话 你可以去 先去对比 先去对比看 到底哪一家银行 它的佣金 比较少 就是说 我把这张支票 投入我的户口里面的时候 银行会 向我来到 抽佣金 它会跟我拿 个commission 我有问过另外一家银行嘛 它是HISH字头的 对 HISH字头的 那一家银行的佣金是100马币 嗯 它没有包装 STEM DUP 那些之类的 然后 我是觉得 Properbank 比较 比较划算 比较值得 因为它的佣金是30马币 它STEM DUP 是9马币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好吧 那就Properbank吧 所以就算我没有 我也甘愿 开多一个户口 然后我就把支票 存入进去 其实支票放进里面的话 大约需要2到4个星期 那一个的钱才会进到我的户口里面 然后如果Properbank的话呢 如果那个STEM DUP 不够 它就会从我户口里面直接扣 就给你们看 就是你会有这一张 就是说 这一张证明 你的支票就存进去了 还有上面有写啦 它会Commission多少 30 然后它的那一个的 Post那些啊 是9块钱STEM DUP 第一是15分钱 所以它都写在上面 嗯 OK 然后第二张 这个就是Nike的Commission 30马币 加6%的GST 所以就31.8 然后这个是Postage 就是它那些的 邮寄的那些费用那些啦 就 9块马币 加USD6%就是9.55 然后这个是 STEM DUP 就是15分钱 好 所以 就 你会拿到这四张啦 基本上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一边 下一集的话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第二种 领取那个YouTube的广告费的方法 第二种哦 第一种是我们 收取支票嘛 第二种 就是用Western Union 但是Nike的步骤怎样呢 我会在下支影片 会告诉大家 那好吧 那我们大家就 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